台南永康 泰国佛寺 迎佛庆典 配合泼水节举办活动 结果却爆发了打架冲突 两名移工一次都有喝酒 在唱歌的过程当中爆发了斗殴 双方还找人来打成了一团 一度波及到无辜的民众 纷纷挂财送 紧名男子在一旁空地 互相拉扯挤成一团 有人徒手打人 有人甚至持棍棒攻击 还有人一度倒地 场面混乱 双方冲突还一度延伸 到一旁活动帐篷内 吓得民众纷纷往旁边闪 眼看这大乱斗 一发不可收拾 警方获报到场 也立刻逮捕制止 只要闹事的被抓到 就统统带回去 而打成这样 现场不少人也纷纷挂财送衣 而这冲突地点 就位在台南永康 中正北路停车广场前 16号当天 一处逢寺正在举办迎服庆典 顺道举行泰国知名的泼水节 怎么知道两名一共都有喝酒 唱歌欢乐的过程中 有肢体上的冲突 最后双方还绕来人马 打成一团 有喝酒 可能大家太过于热情了 就稍微的碰撞 疑似完太嗨了 活动过程引发纠纷 还一度拨紧一旁 无辜民众 总共4人送医治疗 警方也将依法就办 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到场 也协请各中介公司 协助指认通知相关涉嫌人到场 这好好欢喜活动 一共却打架闹事 还把人打受伤 酒井后通通都得接受行责 今天有黄富奇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